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284章困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梁倩才从爆炸中醒来 他猛地坐了起来 师生喊道 叶浩轩 尽管骨子里有骨要强的情绪 但是每个女人在遇到大事的时候 都是柔弱的 他记得之前的爆炸 记得那阵天的响声 而且他不确定 自己现在是不是还在人世 眼前的一片黑暗 在他看来就是一片地狱 他有种冰冷的无助感 别动 你骨折了 叶浩轩的声音从他的一侧传来 同时一抹火光亮了起来 叶浩轩生了一堆火 把这个黑暗的地方照亮了一点 叶浩轩 梁倩好一会儿 才适应了这里的光线 他紧紧地抓住叶浩轩 眼泪止不住地落了下来 或许现在他觉得 眼前的这个男人 是他的依靠吧 没事 只是轻微地脱臼 本来想给你接上的 但是还没有碰到你 你就醒了 叶浩轩笑了笑道 我们还活着 梁倩有些吃惊地看着叶浩轩 本来之前的爆炸 让他都感觉到吃惊 他觉得自己一定死定了 那威力绝伦的炸药 绝对不是普通的炸药 所能比的 当然还活着 不然你已为什么在跟你说话 是鬼吗 叶浩轩调侃道 不可能 刚才爆炸了 梁倩不相信叶浩轩的话 他固执地认为自己现在已经死了 但是他一眼看到叶浩轩背后炸得支离破碎的衣服 在这一瞬间 他总算是明白了 可能 在爆炸的时候 叶浩轩全力地护住了自己 所以自己才没事 可是他 是怎么撑下来的 你 你护住了我 梁倩总算是明白了 我皮厚 没事 叶浩轩笑了笑道 或许说出来你不相信 核弹都炸不死我 你身上尝的也是肉 你怎么可能没事 梁倩明显不相信 叶浩轩的话 不信 现场演示给你看 叶浩轩拿出了一把刀道 这是把刀 看到了吧 恩 看到了 梁倩一点头道 叶浩轩二话不说 他拿起刀 就在自己的手腕上滑了了一下 梁倩失声尖叫了起来 你干什么 你疯了吗 他连忙抓过叶浩轩的手 想看看叶浩轩的伤势 到底怎么样了 但就在这一刻 令他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叶浩轩刚才刺伤的伤口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 片刻不到 他手腕处的伤口 就消失得干干净净 你 你是人是鬼 梁倩一把将叶浩轩的手甩开 然后吃惊地后退了几步 但是他身体一动 脱臼的腿就一阵钻心的疼痛 他不自由主地叫出声来 给你说了 不要乱动 叶浩轩无语地说 他连忙上前扶住了梁倩 让他做好 你自己都怀疑自己死了没有 如果是死了 你也是鬼 难道鬼还怕鬼吗 梁倩一争 叶浩轩说的话 似乎也有些道理 而且关于叶浩轩 他也多多少少地听说过一些事情 有人说 医生就是打不死的小强 这句话 其实还是蛮有道理的 我 我刚才只是太紧张了 梁倩长长地输了一口气道 看到你没事就好 我还以为 哈哈 你还以为我真的会被炸弹给轰死 叶浩轩笑道 放心吧 没事的 坐好 梁倩的右腿不能动 他只能任由叶浩轩扶着自己的腿 扶正了姿势 天气比较热 他穿的是一件白色的短裙 叶浩轩抓着他的腿时 他感觉叶浩轩整个手掌心都是热的 他的心中 不自由主的一档 一种异样的感觉 让他不安了起来 他忍不住偷瞄了叶浩轩一眼 却觉得叶浩轩越来越帅气 越来越 有男人为了 对于自己的这种情绪 梁倩感觉到有些羞耻 他不是随便的女人 即使是自己的丈夫 是个同志 他也从来没有做过什么 所以对于自己的这些奇怪想法 他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 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叶浩轩突然抓着他的腿猛的一扭 随着一声脆响 梁倩啊的一声叫出声来 但随着他叫出声之后 他才发现 他本来僵直疼痛的右腿 现在能动了 而且感觉 似乎不是那么的疼了 他这才意识到 刚才叶浩轩已经为他接好了腿 好了 可以站起来小范围的活动一下 但是不要太剧烈 最近一段时间里 不要让自己太劳累了 不然的话年纪大的时候腿容易酸 接骨这些小事 对于叶浩轩来说 就像是喝杯水那么简单 他看了看梁倩的断骨处 似乎没有什么大碍了 这才放下心来 猛不防 他抬起头来 正看到梁倩那双火热的双眼 叶浩轩不由得吓了一跳 你怎么了 啊 没 没事 梁倩连忙摇摇头 叶浩轩这一声 你怎么了 差点把他的魂叫走 他连忙摇头 想把那些不实际的想法 从自己的脑海里抛出去 但是却抛不出去 别掩饰 你刚才的眼神 春意很浓啊 哈哈 我觉得我个人的魅力还是挺强的 叶浩轩怎么可能看不出来他现在的想法 他大笑了起来 不许开这样的玩笑 叶浩轩越是笑 梁倩越是觉得无地自容 他低下头一言不发 尽管平时高冷 但是他的家教孩是挺好的 对于自己刚才奇怪的想法 他有些羞于其耻 叶浩轩看他的样子 也感觉到有些不好意思 有些女人开得起玩笑 有些女人开不起 梁倩就是属于那种 不能随便开玩笑的人 所以 他连忙改口道 休息一下 我们现在悬崖下面 天太黑了 不方便上去 等到天亮的时候 我带你上去 现在几点了 总算是结束了那个尴尬的话题 梁倩抬起头问道 现在的时间 是凌晨三点半 叶浩轩看看时间到 再待会儿吧 一会儿 天亮了我们想办法上去 恩 好的 梁倩点点头 现在的他显得有些乖巧 天气有些冷 尤其是在这处悬崖下方 温度更是显得有些冰冷刺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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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